2023年渣打馬拉松 在半馬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這個範圍內的跑者 Puma Bro 拇指鱷魚 雅春士 尚尼基 奧迪萊斯 裝跑鞋那時候蠻多狀況的 好像很多人內側容易破掉 欸... 哈囉大家 我是人家的Android 歡迎回到我們的馬場分析師特輯 稍等一下 馬場分析師有沒有 應該是看太多所以眼睛受傷了 不是 眼睛是真的需要有點葉黃素的 下一集我們來介紹葉黃素 我想接這個工作了 好 今天這一集厲害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統計的是 2023年渣打馬拉松 在半馬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這個範圍內的跑者 欸你知道有多少雙跑鞋嗎 光是統計這個 我們花一個月的時間 才總共2800多雙的跑鞋把它統計完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渣打馬拉松 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的半馬跑者 就大概落在5分40到6分多 快7分的這個區間 都是穿著什麼樣的跑鞋 OK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始介紹吧 Let's go OK 最重要的第一階段 一定是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落在兩個小時 平均是5分40的配速 到兩個半小時 平均是7分09的配速 這段區間的跑者 什麼樣的品牌是大家最愛用的 我們就從第10名開始揭曉 今年的第10名 總共是有46雙跑鞋入榜 它的品牌呢 就是PUMA 第9名呢 是來自BROX 有48雙 第8名來自於母子鱷魚 總共有51雙 第7名來自於索康妮 總共有81雙 第6名來自於Nubes 總共有104雙 第5名 開始前5名囉 第5名來自HOKA 總共有146雙 第4名美金龍210雙 第3名 Adidas總共有456雙 第2名 雅船士460雙 欸 差距只有4雙欸 很小 第一名 大家期待的第一名是誰 又是Nike 總共是817雙 所以在樣本數當中 Nike呢 還是遙遙領先了其他品牌的跑車 第1名800多 第2名就直接來到了400多 欸直接差一倍欸 完全是讓你一半還可以贏的這種狀態 太可怕了 好 開箱完前10名的品牌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前10雙最多人穿的跑鞋 分別是什麼樣的型號 接下來第10名最多人穿著的跑鞋呢 也就是Nike的Vaporfly 第三代 總共有49雙 又是他上榜啦 欸這個跑鞋已經 在我們頻道出現的頻率也太高了吧 但我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1月4號 應該是全球就會上市的那個 嗯 AlphaFly第三代 跟你講我已經下單了 10400買下來給大家開箱啦 期待一下 第9名 拇指鱷魚歪拖 總共有51雙 但這邊 還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拇指鱷魚我們其實 型號上面就沒有分 它是什麼款式 因為它的款式名稱 好像沒有 就是 可能我們自己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歪拖 統一都 就是用成一個大項目 所以拇指鱷魚51雙 雖然是51雙 但它就等於是這個品牌的所有跑鞋 我們就沒有把它分享 所以如果拇指鱷魚大家要拿開的話 第11名是Magic Speed 2 第2代 就是它也是46雙 好 那就是主要拇指鱷魚 現在是第9名 接下來第8名 Nike的小飛馬 第38代 總共是有54雙 第7名呢 是我手上的這雙 Boston 第11代 總共是由59雙的跑者來選用 第6名呢 是來自於美金龍的 Web Rider 第26代 欸我手上這個是27代 但是26代 總共呢 是有60雙入榜 那第5名呢 是我手上的這雙 亞瑟士的Magic Speed 第3代 它總共呢 有61位跑者穿著 是比剛剛的Rider 26 再多一雙 OK 第4名跑者 選用最多的人呢 是這雙 Boston的第10代 這雙跑鞋是 算是當時一時之選 但已經穿了2年3年 大家竟然還這麼多入榜 非常厲害 但 這雙跑鞋那時候 蠻多狀況的 好像很多人內側 容易破掉 欸 12代 改進蠻多 大家可以考慮 第3名呢 是Nike加入榜了 小飛馬第39代 總共是有77雙入榜 OK 接下來來開箱 我們的第2名 也就是 Adidas的 ADZ Robotson 第12代 這雙跑鞋 這次也是 非常多跑者來選用 總共在前10名的統計當中 是有130雙的跑鞋 哇 這個數量真的是蠻多的 因為總共2800多樣本 是有130雙 所以以比例上來講呢 他也來到了5%的跑者 是選用這雙跑鞋 參加這次的 炸彈馬拉松 欸 Adidas真的是做得不錯 他們 那個年底前做了一波那個 推銷優惠嘛 果然這個市占率馬上就起來了 有沒有 大家想賣好一點 折扣就多一點就好了 第一名 我們要來開箱了 也就是Nike Vaporfly的Nexpa第二代 又是Nexpa第二代 我們在前幾支影片啊 也幾乎都是Vaporfly的第二代 是防守 就是獨佔凹頭啦 但是也跟前幾集分析了一樣 以7000多塊的這個碳板鞋的定位 實際入手的價格 竟然跟這些中階鞋款的定價是差不多的 所以還是必須說 Nike他們的定價策略很厲害 就是庫存也清了蠻久了 三代都出一年了 二代現在還賣不完 還有這麼多 可以大概4000多塊就入手的 二代Vaporfly 也果不其然 可以讓他 已經獨佔我們今年拍了 第三支還第四支的這個 馬場分析師的凹頭 已經 屹地不搖耶 都是他耶 還是說跑者都是同一群人 好 接下來開箱完前十名 最多人穿的跑鞋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們剛好講到前五名的品牌 分別在各個品牌當中 什麼樣的鞋款是最多人選用的 OK 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五名選用跑者最多的品牌 HOKA 他們究竟在這次乍大馬拉松當中 前三雙最多人選用的型號是哪些 第一名呢 也就是我手上的這雙 HOKA的Clifton 9 第九代 那這雙跑鞋剛出的時候 其實也是非常舒適取向 而且又有很好的緩震效果 所以這雙跑鞋其實剛出的時候 就蠻刷搭的愛戴 Clifton 9 果然是HOKA的選用愛好者當中 首居榜首的就是他 總共呢 是有36名跑者選用HOKA的Clifton 9 HOKA加的第二名呢 也就是Clifton的另外一雙 馬赫5 那這雙馬赫5呢 其實應該也是已經出了 兩年左右的時間 那也是我去年 一整年覺得最好穿的跑鞋之一 那馬赫5 我覺得是一雙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剛開始跑步 然後你想要一雙很好上手的跑鞋的話 馬赫5是很好的選擇 那聽說明年第六代要上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第三名呢 來自於HOKA加的Clifton 第八代 也就是Clifton的上一代 那第八代第九代也是 都是廣受好評 所以看得出來選用的跑者非常多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金龍品牌跑鞋選擇當中 前三名最多跑者選用的型號 分別就是 第一名Web Rider 26代 欸這個是27 但26代也是最多人選用的 但必須說26跟27 其實升級是非常些微的 可以說兩雙腳桿上差異不是很大 但是其實都可以帶給你 很好的這種入門駕馭的腳桿 那27跟26是分別佔了 第28%還有11%的前兩名 總共加起來是有80幾位跑者 選用美金龍參加這次的 炸彈馬中 那美金龍的第三名呢 還是Rider 只是是25代 就是他的去年 在去年 就是前年的這個代數 所以前三名跑者 最多選用的美金龍品牌跑鞋 都是這個比較入門鞋款的Rider系列 所以也代表 如果是比較 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成績落點在這邊的話 其實對於跑鞋的選擇上 其實也不會過度於越級打怪 所以他如果選擇美金龍 就覺得Rider系列是蠻適合 他這個範圍區間 我個人認為 是這樣選擇跑鞋的話 對於自己的 懷關節肌肉的保護上 是比較好的 會不會是跑有穿著美金龍的話 但Rider系列也是很好入手的價格 我覺得這也是很關鍵的質疑 接下來第三名 Adidas 有沒有看到 我手上了 第10代 第11代 第12代 這三種跑鞋呢 分別就是這次在參加 渣達馬尔松過程當中 最多人選用的 Adidas 跑鞋的前三名 那第一名呢 是今年才推出的這雙 Boston 第12代 必須說Boston這個系列 在跑者之間 對於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其實Boston就是一個 蠻適合拿來當作比賽鞋的選擇 因為他有 輕量的這些 Energy Rods 的推進系統 又不會到碳纖維這種過度暴力的情況 所以像這樣的選擇 就非常適合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 拿來當作一雙比賽鞋 那如果是更進階的跑者 這個跑鞋也非常適合拿來當作 平常的訓練鞋做使用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第二名最多選用跑者的 亞瑟士這個品牌 在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的範圍當中 什麼樣的型號是最多人選用的 首當其衝 就是在我手上的這雙 亞瑟士的 Magic Speed 第三代 它總共呢 是由61位跑者來選用 那這雙跑鞋也是我們這次 亞瑟士的統計當中的綁手 也就是最多人選用的 亞瑟士品牌的跑鞋 那第二名呢是 Magic Speed 的上一代 也就是第二代 它總共也有46雙的跑鞋 所以光是第二代跟第三代 就已經佔了亞瑟士所有的鞋子當中 有23%這麼多 那第三雙最多人選用的亞瑟士跑鞋呢 是 Nova Blast 的第三代 那現在已經推過第四代啦 但是我還沒有機會體驗到 但第三代的腳感聽說就已經非常Q彈了 而且它是沒有搭載碳板 就跑起來是非常有那種很彈的效果 所以 Nova Blast 也應該會是 在這個範圍之間 就是如果你的配數大概在5分40到7分左右的這個配數 其實是非常適合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是 Nike 了 這次最多人選用的品牌的防守 也就是 Nike 獲選 好像每次都是這樣 有哪一次不是的 那 Nike 這次呢 前三名最多人選用的這個型號 第一名 剛剛已經介紹了 也就是 Vaporfly 的第二代 Next Park 那這雙 畢竟它的定位剛才已經講過了 還是最多人選用 那第二名呢 已經是有點調整囉 第二名選用最多的是小飛馬的第39代 那這雙跑鞋也算是在入門跑者的選擇上 一個蠻推薦大家一個很好入手的選擇 它的定位也是比較適合初階中階 像這樣平常訓練慢跑使用的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第三名最多人選擇的呢 還是 Vaporfly 的第三代 所以這樣看起來選用 雅瑟斯 愛迪達 美金龍 Hoka 選用這些品牌的跑鞋的這些跑者啊 反而的是定位上會比較選擇初階中階的跑鞋 但是選用 Nike 跑鞋的這些跑者 好像雖然它的成績跑兩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但它的選擇上還是會直接一次攻頂 這個也是蠻妙的 跟其他品牌不太一樣的地方 分享給大家參考 OK 我們最後聽完了剛剛這些品牌 大家不知道對於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心得 那就我自己的角度觀察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分析長榮半馬的過程當中 長榮半馬的區間是落在90分鐘到兩個小時區間 當時候的跑鞋統計啊 總共是有47% 都是來自於 Nike 的跑鞋 所以幾乎快要一半的跑者都選用 Nike 但現在在渣打馬這樣配速稍微下降一點到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之間的這個範圍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比例上 Nike 就下滑很多 Nike 的從47%降到我們的百分比是31% 所以其實下降了不少 反而是第二第三名的跑者比例開始往上升了 所以像亞瑟士、愛迪達、HOKA 還有美金龍 其實都有上升了不少 那我個人的分析啊 可能 Nike 在做頂級跑鞋這一塊 一定還是首屈一指 那在市場的選擇上 不管是定價或者是功能上 可能還是大家首選的品牌 所以在速度比較快的跑者看起來是這樣 Nike 還是站的最TOP 但以比較大眾取向 可能是一般人跑的範圍 半馬在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 在這樣的範圍當中 或許在 Nike 的跑鞋 初階中階的鞋款可能就沒有這麼有競爭力 不然為什麼大家選擇上 欸 Nike 的比例下滑了 反而是去選擇 可能像亞瑟士、美金龍、HOKA 甚至是 Adidas 看得出來 在中階鞋款的跑鞋上 或許 Nike 已經沒有像以往這麼有競爭力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馬場分析師特輯啦 哇 真的還是要非常感謝我們的同事夥伴 在最近這兩三個禮拜 不厭其焚一直被我吹稿說 欸到底看好了沒 我們鞋子要拍攝了 他們總共花了兩三週的時間 才把這兩千八百多寸的跑鞋 終於分析完 大家有沒有推薦了 AI 鞋子的辨識啊 如果有那個認識的廠商 或是你就在做這個的夥伴 欸搞不好我們留言一下 我們可以合作一下 不然看眼睛真的是看得太累了 那接下來也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除了渣打馬拉松之外 我們這次在台北馬拉松的過程當中 也有統計了兩支影片 分別是全馬 四個小時到四個半小時 還有半馬 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區間 的這些跑者學用的跑騎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統計 當然還是要給我們一點時間啊 畢竟鞋子的數量真的是太多了 好啦希望今天的內容大家會喜歡 我是你的教授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且這種內容真的是有點辛苦 大家真的要訂閱起來好不好 多多支持我們頻道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下班